热播第一的杨子新剧,不敢面对这事实。 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喜宝,还有正在播的这一部。 和赛飞许亚军等老戏鼓加持。 开播后数据第一,微博热搜不断。 带着好奇点开后,SIR大致明白了这些年艺书作品改编受青睐的原因。 仪式大女主,符合当下观众的需求。 艺书笔下的女性角色,大多好强,目标清晰,自我而立即中性词。 二是城市中产,一直没有被很好的反应。 国产剧擅长的世年代剧,乡土剧,古装仙霞或者民国谍战, 一拍到当代都市,尤其是涉及职场戏,就容易空洞悬浮。 而艺书的作品,背景是上世纪的香港,都市文化氛围已经比较成熟, 并且有很多女性进入到职场中。 所以你也能看到,职业剧,职场女性一直是港剧的特长, 甚至现在都领先内于几个身位。 但,艺书的作品这些特质,到了内地,经过本土化,被重新演绎。 却不可避免地变得割裂和别扭。 这也是今天要说的,成欢季的问题。 目前没有开分,但豆瓣已经出现不少激烈的声音,称这是。 职场偶像剧娇妻文学没有人味。 要知道这些可都与艺书的小说背道而驰。 当然Sir并不是所谓的原著粉,痛斥一切魔改。 而且艺书的小说也不见得就是荆轲玉律,改不得碰不得, 本身它也有着时代的局限性。 但至少有一点。 它笔下人物的精彩就在于,没有惺惺作态, 而是着眼于赤裸的欲望和利益。 如果你只想看一场美美的都是霸总偶像剧, 尽可以火速离场,沉浸在成欢季里。 接下来的吐槽要开始了。 第一集,就是个典型的玛丽苏式开场。 杨子隐的麦成欢,普通人家乖乖女。 住上海弄堂小平房,工作室盲成狗的酒店经理。 临近三十,交了个感情不错的同龄男友, 也差不多要谈婚论嫁了。 到这,都算接地气。 但很快,哐当。 女主翻脸。 男友上门来道歉。 卖成欢妈妈问到底怎么了,她很有原则, 这是底线问题,骗人就是不行。 她竟然骗我说车是租的,没钱需要贷款, 但结果都是假的。 其实她是个货真价实的富二代。 她是真有钱。 因为发现男友有钱要分手。 一时搞不懂这是凡尔赛呢, 还是玛丽苏那套好单纯,好特别, 一点也不爱她的钱的戏码。 从这里,sir已经感觉到不妙。 也理解了网友为什么会说女主没人味。 并不是说一定要贪恋钱财, 才能代表真实的人性, 而是女主这些高洁独立的品质, 并没有被导演充分地解释, 好像只是在对着一种完美的人设照本宣科。 然后,国产剧里那些狗血桥段逐一登场了。 势力刁蛮的准婆家, 得在两家人吃饭时喝红酒, 吃黄鱼,让草根出身, 没见过大场面的卖家当众出酒, 顺势阴阳怪气人家见识短。 婆家最大的贾方, 刚好就是女主工作的酒店。 于是未来婆婆,又假意是好, 其实是想利用女主的关系, 不让自家公司和酒店的吃回扣东窗事发。 但你懂得? 未来婆家的一家人, 本质都只是为了让女主成长, 蜕变的工具人。 果然,第十集。 女主和男友谈崩了, 还卷入了回扣风波, 被酒店开了。 接着咋办? 人间清醒, 奋斗搞钱。 有事有。 但到了职场上, 麦成欢很快遇上了她的另一个倾慕对象。 她的顶头上司姚志明徐凯氏。 而这个人呢, 还是麦老太太的孙子。 你以为的独立女性是甩开富二代, 独立做自己。 结果人家是甩了一个二代, 抱上另一个二代。 换着法子在职场里谈恋爱呢这是? 跟着一输去。 不出几步, 就落回到国产剧的苛旧。 国产的职场女性最致命的地方是, 她们一方面标榜着要独立, 但展现出来的却是如果不靠男人, 你没法相信她这业务能力能成功。 成欢记里卖成欢的聪明、善良、独立、 无法自洽。 这几年,年轻人反恋爱恼了, 消费也降极了, 还像以前那么高, 显然不行。 女主一拍脑袋, 换了另一套营销方案。 让子女带着自己的另一半, 也带上自己的爸妈, 聊上一辈父母的爱情秘诀, 这样一定很温暖, 很有意义。 光是想象那个画面, 旧的脚趾扣的。 让你玩浪漫, 你玩尬的是吧。 但成欢记最致命的缺陷, 还不是失真直场戏。 而是在于, 她打着女性成长的名义, 却将女性在现时遇到的所有困境, 粗暴的简化为总有刁民要来陷害本公主。 女主的设定是喜欢加班, 想卷事业。 但她在妈妈的催婚下, 突然又稀里糊涂觉得, 结婚也蛮好。 前脚还觉得男友装穷骗她很可恶, 侵犯了她的原则, 后脚又觉得男友情有可原, 结婚也需要更好的物质条件。 说一出是一出。 但你始终感受不到, 女主做的这些决定, 是出自她的自我和欲望。 包括她的爱情。 麦成欢热衷于当男友的妈, 把过度付出理解为爱情就是不该计较得失。 Sir不是要讨伐恋爱脑。 问题是, 观众从头到尾就没看出来, 这位被编剧刻画成一无是处的妈宝男, 到底又有哪些闪光点, 值得她如此恋爱脑。 就像网友说的, 一拍女性成长, 总是离不开标配四件套。 原生家庭不好吗, 没有担当弱势男, 刁难算计恶婆婆, 职场作碎心机女。 除了这些抓码的设定, 编剧好像就再也想不出来, 一个30岁的女人, 在事业与婚姻之间, 在为家庭付出和自我实现之间, 会如何顾此失彼, 摇摆不定。 一旦遇到困难, 首要的不是呈现奋斗的过程, 而是天降金手指。 卖成欢是普通女孩。 但结果, 人家还有一张王牌, 即祖母。 咱也搞不懂, 为什么年近八旬的老太太, 会在上海市中心拥有一整栋百年老店。 资产好几个小目标, 整天没事干了, 就独宠卖成欢一个。 更加搞不懂, 为什么老太太的亲孙子, 刚好又是许凯隐的男主, 对卖成欢有益的钱上司。 一个是他的亲孙子, 一个是他最看好的女孩, 当然要撮合在一起啦。 所以从一开始卖成欢就赢定了。 因为这门亲事, 内定了。 反正, 按照内娱对独立女性的设定, 人品完美, 事业巅峰, 婚姻美满。 那么接下来的剧情, 一定是女主丢了工作, 但会在老太太的酒店帮忙。 男主一定会和女主日久生情, 两个人会在和现实隔绝的职场戏中, 把酒店搞得蒸蒸日上, 最后走进婚姻, 迎接三胎生活。 同样失真的, 还有女主的闺蜜。 作为乖乖女卖成欢的镜像, 主打一个自我放飞爽闻人设。 先前, 有了孩子, 不得不向现实妥协, 步入了没太多爱情的婚姻。 三年后离异, 还独自带娃, 本来就是可以描写女性困境的。 像过去我的前半生, 虽然后半部分也玛丽苏, 但至少让你看见离异女性的痛苦, 消费降级, 不被同事待见, 雇得了自我实现, 又忽视了孩子的成长, 写出了单身女人光鲜下的不堪。 那么成欢季, 则是直接一键升级。 刚离婚, 想要重返职场, 咋办? 简单。 凭一笔树木惊人的赡养费, 随便就能租到上海市中心的小洋楼, 然后开私人定制高级珠宝店。 带着娃, 但还渴望爱情, 咋办? 更简单。 安排一个细皮嫩弱, 纯情无敌的奶狗。 刚好, 还就是从小暗恋你的围骨科干弟弟。 内鱼拍女性成长, 仍然在用偶像剧逻辑。 只不过以前是骗你, 公主只要够甜够纯洁, 就会有王子来爱。 今天, 则更爽, 更粗暴, 更速成。 你生下来就是女王的命。 Sir不是说这种爽文女主不能有。 还记得爱情神话里的格洛利亚吧, 有钱有闲, 老公失踪。 但这个角色很可爱, 不让人质疑其真实性的原因是什么。 电影里三个女性, 是三个不同的卫面。 格洛瑞亚主打美艳, 李小姐主打事业, 贝贝主打传统家庭。 电影的可爱是, 将这三种卫面并置在一起, 没有比较及, 不同类型的女人都可以是独立女性。 而且这三个人, 都体现着人生的阴晴圆缺。 风情的美艳娇妻, 没本识, 没商业头脑。 业务能力强的, 生活不够光鲜, 和母亲挤在老婆小礼。 而传统的家庭妇女呢, 偏偏又婚姻破裂。 人哪有完美, 人生哪有开挂的顺遂。 在不完美, 不如意中, 依然摆折不挠的, 才是独立的人格。 而不是有了钱, 有了贵人, 有了无敌的运气, 这下终于可以独立了。 我们抱怨着国产编辑总是给主角开金手指。 而归根结底还是。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, 独立, 究竟怎样才能通向成功。 就不要说狂飙去年引发的热潮, 很多人也想效仿强歌卖鱼。 就说一书小说里, 有多少真实的东西, 今天还能摆上台面。 那些想要很多很多的爱, 如果没有, 至少要很多很多的钱, 永远精致, 独立, 潇洒, 也决绝通往精致利己的都市女郎, 注定难以成为国产剧里的女主角。 不管是成欢季, 还是过去的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喜宝。 她们都只是借用了一书笔下的人设, 却从没为这些有欲望, 有野心的女人, 填充令人信服, 引人共鸣的血肉。 她们只想迎合最爽的正确, 先把女主角拍成白莲花。 而阻碍女性自我实现的, 一定都是出轨的渣男, 抢老公的小三, 控制欲的婆婆, 吸血的原生家庭。 国产剧给女性角色造神的背后, 其实藏着最顽固的懒。 我不愿接近你, 观察你, 了解你。 于是, 只好把最廉价的安眠药, 一股脑的塞给你。 很多人都说, 拍女性成长, 最重要要有女性视角。 SIR觉得, 所谓女性视角, 只是一种叙事策略。 女性主义的作品, 或者关照女性的作品, 也不是说女人拍的, 拍了女人的故事。 借用《使女》的故事作者, 给女性主义作品下的定义。 我写的是女性主义小说吗? 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传意识形态的小册子, 里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, 或是失去道德选择能力的受害者, 或者二者皆是, 那么答案是否定的。 但如果你说的是这样一部小说, 里面的女性均未有趣且重要的人类性格各异, 举止不同在她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对这本书的主题, 结构和情节都至关重要, 那么答案是肯定的。 在这种意义上, 其实许多书都是女性主义的, 而同样拍女性题材。 台剧的思路, 恰恰跟内鱼相反。 当内鱼热衷于迎合正确, 讨伐人渣。 而台剧要做的却是抛开正确, 只去关心一个有趣、 复杂、 成熟的人, 比宇宙还难懂的内心, 比皮修还过分的欲望。 就像成欢季里的男搞婆婆, 妈保老公。 不够善良的我们也有。 Rebecca的哥哥坐过牢, 和妈妈极力要求她搬走。 一贯孝顺的何瑞芝, 三十多年来第一次用冷战对母亲发出警告。 恶婆婆伤透了心。 但在一次对话中, 观众理解了她的恶, 她的控制, 她对儿子过分的依恋。 其实源于她作为寡妇的脆弱。 何瑞芝跟母亲冷战, 是不是说明? 她有足够的勇气, 选择真正想要的伴侣, 不再受母亲的控制。 错了。 当Rebecca和她分手, 何瑞芝没有挽留。 她向现实妥协了。 选择了自己不太爱, 母亲很满意的减庆分。 后来的婚姻, 她把自己训练成一百分老公。 丈母娘脑退化, 她让老婆把她接过来住, 老婆抱怨锅子太脏不好刷, 她欣然接过, 太好了, 我最喜欢刷锅子了。 但老婆生日那天, 她买了她最喜欢的蛋糕。 这个她, 不是简庆分, 而是同一天生日的前任Rebecca。 那么不够善良的我们, 是要为作为主妇的简庆分说话, 说她被婚姻生活摧残吗? 也不是。 相反, 这部剧要戳破每个人体面下的狼狈, 深情背后的自私。 简庆分对老公说, 不会辞职照顾妈妈, 因为她需要一份工作证明自己。 好独立, 好潇洒。 下一秒就打脸。 简庆分做的是保险, 这个月业绩不行。 她立刻找哥哥签单。 为什么不够善良, 只是讲中年危机。 又慢, 又琐碎, 还有做做的独白, 却能让观众激情五星。 因为她不想过分吹捧女性独立的价值, 更不想把女性变成受害者或胜利者。 只想还原出我等俗人最原本的样子, 和不会对任何人网开一面, 充满黑色幽默的生活。 但这样的剧, 坦白说, 如果内鱼一不小心拍了。 Sir也不敢想象, 会遭到怎样的讨伐。 男主结婚十几年还爱前任。 渣。 女主言行不一, 既要又要。 茶。 相反成欢季人物失真, 剧情土味, 观众就是受落。 哪怕这部剧的内核, 偏离一书真正要表达的独立意识。 哪怕卖成欢的设定, 洁白无瑕道失真, 甚至毫无人味。 她依然收拾破二, 播放过亿。 其实台剧拍女性题材, 并没有之关注女性, 她们只是用更人性的细节, 还原真实世界的惨烈。 我们能看到40岁回老家买鬼屋, 才决定要生孩子, 把生活往死里做的俗女陈嘉玲。 也会同情她和她的他里, 因为生不出孩子, 被传统价值洗脑, 默默纵容老公性亲女学生, 可恨可怜的师母。 更会被想见你里代表着平凡大多数阴暗面的陈韵如, 刺重内心柔软的部分。 不管是主角、配角、还是反派。 她们总能让你精准带入, 也总能拓宽你对人性的理解。 而内娱这些标榜着独立、进步、 正能量的女性成长剧, 却还停留在最粗质烂造的阶段。 只关心怎样的议题容易爆, 怎样的剧情才够解气。 或许, 差异在于, 市场的包容度。 但更本质的或许是我们有多大的意愿面对真实的人生。 在一个地方, 人们能够安静下来体会生活, 关注普通人, 理解种种的无奈和苦衷。 而当Sir在批评某些作品时, 总是不乏这样的声音。 生活已经够累了, 在电视剧里还要面对真实吗? 平日里受气, 看一看爽聚怎么了? 甚至在豆瓣已经飙到9.0的不够善良理, 不少一星短评也在审判着剧的不够完美。 好像谁要是打碎他们心里完美的泡泡, 谁就是敌人。 Sir理解这种心态, 也不愿过多苛责。 如果我们在现实中已经耗光了心力, 自然也无法再多去反思现实, 去换位思考, 去触达更深层的意义。 只需要的是最及时的满足, 最开挂的爽文。 一批头起所好的作品也就应运而生。 于是, 我们筑起一道精致的围墙, 隔绝外面的世界。 谁欺骗了谁? 谁选择了谁? 早就难以分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